看看这小伙子干的是什么事 把蛋生笼子里去了 而且都已经破了 难道说昨天晚上关灯以后太黑了 没找到繁殖箱的入口 实在忍不住了就下笼子里了 才被这么多天终于生了一颗 哎走开 多可惜啊 直接给我搞笼子里这家伙 瞧吧 碎了 好像还被他捉了一个洞 难道是他家祖传的 低颗蛋不要 上次和小白脸在一起 低颗蛋也是被他吃了 这次换了个老公 这低颗蛋他也是不要 这家伙母性不是很好哟 看咱们给他准备的这个新房 铺得厚厚的木屑 在里面生蛋他不香吗 把蛋是来丢了 他还好意思去找猛男要吃的 呵呵呵 不过话说回来 这次这个公鸟确实靠谱很多 至少我没看到小伙子喂过他 都是他在喂小伙子 而且从目前来看 他们两个感情还是蛮好的 像小伙子这种情况 只适合谈恋爱 根本不适合带娃 这家伙有些古怪 来吧 放你们出来玩一会 顺便把笼子给他们清理了 你说你辛辛苦苦怀的蛋 又把他生来丢了 这老代理不知道在想什么 说他他还不乐意了 哼 这家伙 看他这个样子应该是还有蛋的哟 下次生了就赶紧给他拿出来 说什么都不让他孵了 我决定剥夺他的终身孵蛋权 你也是 看他憋不住了你给他指指路啊 让他到繁殖箱里去生呀 好不容易有个后代了 还给磕破了 你说可不可惜了嘛 给你们看看他的眼睛 好多人说从来没见过他的眼睛 看到了吧 正常的是看不到的 确实看起来像个瞎子一样 两个站到一起 就知道这个猛男体型有多大了 小伙子基本上要比他小一圈 但是他们俩往这一站 我总感觉他们俩好配 不知道是为什么 以前都是小伙子一个人来看大谎 今天又带了一个 二话不说直接就开秀 这两个家伙 有时候看他们挺搞笑的 好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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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人